有請主委 請主委 也請漁業組署長 我想再問一下 署長 因為我現在比較擔心的是 這個事情是蠻重要的 不希望說大事化小 小事化五 因為7月就發生 那我們現在委員會 現在才知道 署長我想請問 他是每年都召開嗎 這個漁業委員會 漁業委員會是每年都可以 每年召開是不是 那都固定在意大利嗎 兩年一次 兩年一次 是不是 兩年一次 那固定都在意大利嗎 對 所以他是固定一個地方召開 兩年一次 那我們上次參與的狀況 是什麼樣子 上一次就是 我們用coffee 也是一樣的這個模式進去 就是用這個所謂 非政府組織的身份 MGO的組織的身份進去 然後可以旁聽 對 所以可以知道一些重要的政策 或是一些政策發展的方向 對 那當時有人 特別在門口要看你的護照 要去看判定你是不是中華民國來的嗎 因為那個是要換證 換證 對我的意思是說 當時 在上一次你們參與的時候 有發生過這樣的狀況嗎 沒有 那這一次是怎樣 特別有人在門口盯你們嗎 因為你剛才講有人已經進去還是被拉出來嘛 是不是 就是 他是有管制的 一定要換那個 我知道有管制 你們要換證嘛 對 可是過去換證沒有問題嘛 對 我們現在比較擔心的是 這一次 是個案嗎 還是 兩年以後 我們一樣用非政府組織去了身份去 還是遇到同樣的刁難 會不會發生 會不會是因為新政府上台 特別針對新政府而來的 署長你的判斷怎樣 我個人判斷是 目前來講是比較緊縮 是有這樣的一個方法 是緊縮是不是 是 那兩年後 你們的判斷如何 要不要做一些規劃 我當然知道兩年還蠻久的啦 是是 可是我也不認為這個兩年之間 我們政府就會接受九二共識 那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也不希望把這個事情跟這個聯繫在一起 是 可是這個事情是發生 就像我前面講 如果兩年前參與沒有問題的話 那為什麼現在會有這個狀況 你們的判斷是什麼樣子 我不希望你就是用個案來解釋 是 這個我們 我想我們會 有一些的繼續努力讓 剛才主委也 主委 我也是提醒 其實我們有蠻多 跟農委會相關的事務是 必須參與這些國際組織的 那未來遇到這樣一個阻礙 而且是刻意的 因為我 我剛才聽署長的報告 都已經進去了 一個被檔案門口就算了 另外一個已經進去了 還被拉出來 這是非常有針對性的 OK 主委 署長有請 請回座 所以我現在要問的是另外一個問題 其實農委會有一個特色 就是下面 財團法人相當多 那我其實上個會期 我也質詢了蠻多次 那 這個 這邊你們也說 承諾說要進行一些整頓 這是7月15號的一個新聞稿 當時講說你們其實有一個整頓的方向 是要針對三家 這個台灣動物科技研究所 在103年 併入農業科技研究院 辦理這個清算解散作業 那這個台灣漁業 及海洋技術顧問院 及香蕉研究所 也考慮 那可是呢 我看了一下今年的預算 這個 原本103年就要整併清算了 今年有編預算 1483萬 而你這邊提到的 這個所謂台灣漁業及海洋技術顧問社 也變了1600多萬 香蕉研究所更有趣 變了6000多萬 這個新聞稿是發錯了嗎 回到前面一個 我說這個新聞稿是發錯了嗎 還是說這個政策又轉彎 報告委員 動科手 他過去就很有基礎 那麼 你投的研究人員就有200多位 所以到今年年底 他就會完全納入到我們的農科院 那麼香蕉研究所過去都是一個財團法人 而且獨立的在服務農民 培養這些好的品種 那麼現在大家認為 他也要自我自立自主化 那狀況之下 有時候他也力不從心 沒有反而沒有把能量用在完全研究方面 所以我們是希望他能夠回到農事所 到飾驗所裡面來 或者農科院 我們就是這樣規劃 所以他慢一點 還有一劑社 他也是這樣的狀況 其他的這個財團法人 有時候受到這個監證 員監證單位他的董事 他可能佔多數 所以那個地方會緩慢一點 所以目前我們大概朝向這三個 因為你有宣示了一個政策方向 其實要整病 其實你蠻多間的 再下一個 這麼多 我是希望不要一間一間談 是不是有一個比較清楚的大方向 第二個 如果您講了 你還發了新聞稿 7月15號新聞稿說這次要做 結果你又繼續編預算 然後你當然講說今年年 可是這個預算 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當然希望慢慢輔導他去整病 可是我覺得這個方向 要非常清楚 希望主委 能是不是很明確的 會降到怎樣的數目 整合到什麼樣的狀況 另外一個 就這邊是整病 可是現在又多了一個新的東西 叫 這個農業新南向 你的這個私人報告裡面 業務報告裡面有提 可是非常空泛 要成立一家公司 在台肥下面的子公司 清算 主委 這家公司的組成什麼樣子 在你的業務報告裡面 其實是談得非常少 我大部分都是從新聞上看來 就是說 人委會不用出錢 因為他是台肥下面的子公司 清算而成的 下一業 然後錢是從台灣唐業 揚明海運 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 主委 這是不是一家孫公司 是這樣子 我們這公司是要結合 很多策略的股東 如果航運公司 將來對我們農產品的運輸 的運輸 它是高品質的 那我們大概會考量 不排除 華航或者是長榮 那麼這樣策略股東還在徵型中 那麼有些事實上已經答應了 10億元 這家台灣國際農業開發股份有輕功 這個10億元是怎麼估的 那10億元會是從 誰那邊來 那你講的就是說 這些 你還在評估 不一定是海運啊對不對 搞不好是 中華航空啊 那這個評估是什麼樣子 目標指 目標指說 我們至少要有個10億的公司 來擔作 主委我現在比較擔心 是在你的業務報告裡面 22月到23月 其實都沒有很講很清楚 它的組成 它的股份 資金從哪裡來 而且更重要的是 它跟農委會的關係是什麼 可是 你的這些幹部在外面一直放話 這邊有這個 農委會要 我們的處長 國際處處長陳俊妍 處長有來嗎 你在外面講 哇這個 已經募集了2億2千多萬 有嗎 報告委員 現在目前所找的 尋求的策略股東 已經有11家 目前的 預定金額有2億2千萬 對 那為什麼不寫在業務報告裡面 那因為 這個部分喔 然後我非得上媒體去找 公司的營運計畫 要分送到這些單位 他們經過董事會 開會 所以還不確定 但目前已經都已經 而且你找的齁 其實都是一些國營企業 或是 很多部會下面的這些子公司 你成立這家孫公司 那它到底跟農委會的關係是什麼 報告委員 這個公司 是以 國家的一個 政策方向來推動 我知道啊 它叫國家隊 可是我們的感覺是說 國家隊 那到底 所以 農委會跟他的關係 我們監督得到嗎 所以尋求的策略股東都會 以政策方向來推動 那目前 這個公司的成立 到時候 我們農委會是 以一個推動委員會的方式 來跟公司對口 然後以政策指導的方式 來請公司來推動 主委我這邊比較擔心的是 你下面這些 財產法人 偉大不掉 你剛才講那幾家 其實還要持續編預算 到底年底是不是有進展 我們還要觀察 可是這邊 又在台肥下面 清算一家子公司 然後又成立這個 我們的農業國家隊 感覺上好像農委會不用出錢 其實它的好處是什麼 就是國會監督不到 第二個 你找那麼多家 到底 官方在這裡面的身份是什麼 不要這邊 財產法人處理不完 這邊又成立一堆孫公司 主委 能不能講一下 到底這個公司未來的方向 更有趣的是什麼 這個你的報告裡面講說 要選定一至兩項主力產品 發展國際行銷 尤其針對的對象 是針對這個南向 我們這一至兩項主力產品會是什麼 我想因為這個涉及到我們的董事 董事長和總經理他的經營概念 所以我們目前還不願意 也不敢宣布說他的品項 不會啊 你的國際處處長 陳處長 你發言說鳳梨火龍果巴樂 您講了 這個都是在評估的品項 處長我強請問 到東南亞火龍果 台灣的火龍果到東南亞 我們競爭力如何 報告委員 我們的巴樂到東南亞 我們競爭力如何 報告委員 我有親自到新加坡馬來西亞走過 那當地的火龍果的甜度是比較不足的 那這一部分在紅肉火龍果是具有競爭力的 來 處長我當然很希望 像我們講到紐西蘭就知道奇異果 他也只賣一樣 不是他只賣一樣 他也有蘋果 可是最有名的其實就是奇異果 非常強 非常有力 我們有時候打開電視都會看得到 台灣有沒有這樣一個主力產品 我的意思是說 你說我們不要甜 可是 其實你也知道 當地也有非常多的產品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真的有主力產品嗎 第二個 千萬不要 成立一個我們監督不到的孫公司 主委 這個很重要 這是蔡總統的很重要南向政策的一環 可是你如果 在台肥下面弄一個孫公司 國會看不到 然後又是交叉持股 最後不要弄到偉大不掉 好不好 好 謝謝 好 謝謝我們徐若明徐若元